小女孩身后出现一只狮子 但狮子却没有伤害她 她叼着小女孩跟自己同行 狮子带她去喝水 趁女孩睡觉 狮子还为她找来食物 已经把女孩当作了她的孩子 这天狮子看见远处反光的物体 那是一架湿湿的飞机 而女孩是这架飞机的幸存者 她的父母都已经丧生 这天女孩来到飞机内寻找玩具 她看见了妈妈的手 女孩摘下妈妈手上的戒指 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女孩很开心 突然戒指滚落山崖 女孩追了过去 危急时刻 狮子咬住了女孩的衣服 一天女孩的宠物狗出现 她找到了女孩的玩具 宠物狗嗅着味道 来到了女孩的身边 女孩拿到喜欢的玩具很开心 她激动地和狮子分享 宠物狗看见狮子后提高了警惕 狮子也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但她看见了开心的女孩 这时山崖下船来搜救队的呼唤 女孩向声音的方向走去 狮子想去抢回女孩 可迈出的脚又停住了 她选择让女孩回到人类的身边 女孩离开前也回头和狮子告别 小刺猬因身上的尖刺没有朋友 上学第一天就把桌子弄乱 大家都一动坐以远离她 只有一只小松鼠和她打招呼 放学在车上时 小猪旁边有座位也不让她坐 她只能孤单地坐到最后一排 体育课上 小兔子将足球踢给她 小刺猬很开心 大家终于和她玩了 可她身上的尖刺却把球扎漏起了 当鞦韆时 小猪看到她身上的刺 被吓得不推她玩 这天在校车上 小松鼠让刺猬坐到她身旁 可路上因为车子颠簸 身上的尖刺扎伤了小松鼠 朋友被自己伤到 刺猬又伤心地单独坐到一旁 很快就到东京 这天小松鼠和狐狸在窃窃私语 之后大家看向她 但出去时却没有叫她 小刺猬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可等她离开教室时 大家都在屋外等着她 小松鼠递给她一个礼盒 她将盒子翻了得底朝天 除了泡沫馆再无其他 就在刺猬觉得大家在逗弄她时 小松鼠捡起泡沫馆 插在她的尖刺上 大家拥抱着她 刺猬终于有朋友了 从没见过这么自私的人 男人看着跑向电梯的女人 但她却双手插兜 就这样看着电梯门关上 路人的购物车滑走 她也是双手插兜 看了一眼后 直接绕过购物车 小女孩的气球不小心飞走 男人明明可以帮忙 但依旧没有伸出手 小女孩的期望落空 面对义工的宣传 她也视而不见 但就在她过马路时 突然一只手挽住她 她惊讶地瞄了一眼 原来是一个老奶奶 男人没有拒绝 带着老奶奶一起过马路 很快绿灯变红灯 一辆车急迟而来 男人吓得惊慌失措 终于伸出手拦下了车子 过完马路后 老奶奶捏了一下她的脸颊 以表感谢 男人冰冷的脸露出了笑容 回家后 她看着手陷入了思考 之后她学会等人进电梯 帮助小女孩 报名参加义工 到海边捡垃圾 来孤儿院陪小孩玩耍 这天正当她开心地 走在路上时 看见了一个 双手插头的人 这就像曾经的自己 男人灵机一动 她假扮了盲人 去拉住她的手 闭路云